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谓是小七的不二人选林依晨 今日发微博称自己的新剧《小女花不计》将要开播 妆容精致的林依晨 配上帅气的男主张彬彬 真是一部令人期待的古装剧啊 林依晨很久没有演古装剧了 这次接演古装新剧也挺让人期待的 以前的林依晨脸 有点婴儿肥带着些许灵系出演的 都是古灵精怪的角色 不知道这次会有怎样出色的表演 该剧讲述的是 经商天赋异别的流浪少女 花不计和行侠仗义的连依克陈玉之间 从相遇到相识 再到相爱相助一场 关于抉择与成长的甜虐进阶之恋除此之外 女主花不计与男主陈玉身上 所体现出的无所畏惧野蛮生长 逆流而上敢爱敢偏亲 任不拔向阳而生等正能量力之官 也会给予当下年轻人激励 林依晨结婚之后 很少参演电视剧 今年上半年与刘烨联合出演的老男孩 获得一支好评 该剧已经播出收视持续走高 林依晨坦然很多年没拍电视剧了 老男孩里再次回归领品 她感慨回家的亲切感 而小女花不器 是林依晨自兰陵王后 五年来 首度出演的古装电视剧 从曝光的片花和剧照 来看林依晨 古装扮相清新甜美 灵动俏皮与张彬彬饰饰演的男主角陈玉 也是火花不断期待播出后 她的更多精彩表现 和声音计则 变成统我 满面给你 然后我最终的 做成统我